哈喽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方景建一 现在呢 很多人在开始玩直播 然后呢 今天我去一家不少做直播的一家公司 然后呢 他们就在这楼里面 然后我们去看一看 那就是一个绿幕 电影的这个色剑技术是抠向的 我们把这个电影抠向的这个技术呢 就是降维降维 投到了这个直播设备上 然后把一个响指 这样吗 打一个箱子 好 就这样他会缺化 对 就是你后面的这个绿幕 你后面这个绿幕 就是可以做成就是一切你能想到的东西 都能跑上去 跟你人跟近人在一块 这个人这个大小也得改 大小也得改 他根据你不同的场景 然后去调整你的人的大小 是自动调整 然后可以根据你不同的需求 然后去做不同的场景 哦 就像比如说每个企业不一样 或者你每个宣传片都不用 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做这些 他比如说玩直播的时候 我可以用这个场景 这个就在抖音吧 这个点直播就是直播 就可以了 可以点开 然后给他看一下 你然后拿手机 自己看一下自己在直播相机的 对 可以把你全程的这个直播录制下来 然后呢 也可以平常去拍一些短视频 对 同时也可以给一些意外的东西 哇 直播 没有什么事 齐齐看看这个 然后 啊 自己看到自己 然后可以不停的去换一下别的背景 哦 自己能换背景吗 还是说 又不要 对 又不要 都可以 拍摸个照 一下 哦 那他有前景后景 就是你看你的井是在石头后面 啊 这是属于前景是吧 对 然后那个后面后面的井它也是动的 它那个球体都是动的 哦 对 它都是3D的 啊 上面的地球之类的 对 就是你比如说你刚才说的 要如果是产品的话呢 那这个产品就是可以把它 先 提前拍好 拍成3D的这种拍好 拍好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剪辑的放在这个视频 里边 那你们现在做这个大概做多久 这个是疫情之后呢 就呃 我们原先的一些产品 因是跟院线有关的 然后就出不去了 就是受影响了嘛 就把这个电影这个技术 从这样为做成的那个东西 这个中央出来才两个多月 才两个多月吧 啊 那你们之前就是电影的是 我们是做电影特效的 电影特效的 哦 虚幻这一块 虚幻的哦 比如说拍一些杂志啊 拍一些广告片啊 广告片啊 广告片 mr 实现实与虚拟结合的这样啊 嗯 好吧 嗯 嗯 他就在那里面能看 让他们看到自己 能看到 可以 哦 这个是吧 嗯 后一眼 后一眼 啊 前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测试的 嗯 就是我选一个这样 就这样一踢起来 那些慢的话就会见起来 的成片就不需要 成片就出来 好 那的那些美国电影漫威那些 就是蜘蛛侠啊 啊 钢铁侠他们都是在绿布里面 演啊 嗯 后面都是弄出来 现在有一些国内是需要说 大型的后期设计的 哦 啊 我们这个不需要后期设计了 直接一拍就可以 对 现在这里做类似这种的多吗 不多 就我们以前 目前暂时就往后下 对 技术不是很 已经很多年 哦 但是呢 他应用的这个方向和应用的这个 效果 哦 现在是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还是最好的 对对对对 因为主要拍商业片嘛 是 商业片要求的就比正常的要高很多 是 那么对 我们基本上是我们公司有软件 嗯 软件硬件加内容 就这个设备 这些全部都啊 这个是灯光 自己隐藏 自己也拿着来 对全部都要有有硬件在区配的 对 对你就可以随便说 哦 然后他给你录一个小视频 好好好 对对好 好 哇 打一个箱子 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光景建一 现在呢在体验这个特效直播 很多玩法 包括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二次元的背景啊 哦 那 一套沙发就进了 一次 他这个也可以放在前面 可以放在后面 可以放在前面 可以放在后面 我们正常也可以是销售给别人 不是在深圳或者在外地 他是要长期用的 那他会买一套回去 买一套 对对对 然后呢 那是在深圳的 那我们也可以出租给他 嗯 就不用他过来 就直接 对他他如果需要的 需要自己来录制的话 他就到我这录制 我们最后给他制作就OK